飛行教練從海拔七百公尺高的平台順利起飛 由海端鄉加勒部落族人 與飛行業者共同規劃的加拿飛行平台 19號正式啟用 雖然天氣不如預期 但在教練的指導下 飛行傘還是能順利起飛 剛剛在試飛的時候 都是如預期的狀況 這個樣子 蠻不錯的 這覺得是一個很棒的體驗 而且可以看到就是下面整個風景 台灣沒有別的地方 可以讓你這樣子 從這麼高的地方跳下去 然後體驗在空中的感覺 海端加拿飛行平台 第一天啟用 就吸引了許多外地觀光客前來體驗 由於加拿地區飛行空域廣闊 往南可飛三十公里 往北飛行距離更可達一百公里 族人希望藉由飛行傘運動 讓更多遊客能從空中 瀟覽部落的美景之外 未來也將規劃培訓在地飛行人才 因為這個是一個很好 沒有污染的一個活動 那如果我們部落有幾個人培養以後 那他們可以飛了 那以後甚至就也可以 我們自己部落的青年帶動觀光客來這邊 然後他們自己飛 因為培訓一個飛行員不容易 必須要三到五年的時間 那一個教練的養成就是在這個階段 所以只要有新的人 然後我們都很樂意地去培訓他 飛行傘運動結合部落觀光 族人希望能透過加拿飛行平台 讓觀光客族人能用雙腳體驗部落 還能透過飛行傘體驗不一樣的文化之旅 記者文靠靠在地板台東海端採訪報導